要不要握個手 握個手握個手握個手 沒那麼嚴重啦 嗨喔 不知道事情發生都發生了 對 就是收個尾 對 有錯認錯 然後 反正就有錯認錯 還要講什麼 沒有 因為確實啊 因為當時 確實近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就想出這些話 因為當時就是 看了直播就直接講了 那我後來也補充到 這個非常多 包括創意私房啊 的一些內幕啊 黑幕啊 很噁心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後來也知道了 我也道歉了 那至於 就是 吳哲恩 他自己 因為他當時分享那個文章嘛 那我剛剛在裡面也跟他 這個 我們也離開了這個問題了 OK 大家也是互相握手 就是 叫什麼 一笑 一笑敏恩仇啦 也一笑敏恩仇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希望吳哲恩跟你道歉 沒有 我剛剛是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 跟他通話的時候 我是說 我希望你跟我道歉 可是 就是 其實道歉有很多種方法嘛 對啊 像剛剛吳哲恩也有講到 他就是說 我們兩個的本意都不是要 這個 不是要作對廝殺 對啦 其實我覺得能夠 澄清到這裡就 很棒了 因為 其實 他不是針對我 我也不是針對他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這個廠商 那個案子被 被那個 移掉的時候 我是真的 有點怒火攻心啊 所以我那時候想要 找他討個說法啦 其實我們今天 討論完之後 其實也沒有討個說法 就是 反正 因為那個話也是我自己講的嘛 對不對 這話自己講出來的 那就 只能自己認啦 雖然說我認為有被斷章取義的情況 可是 畢竟還是自己講出來 所以還是只能認 對 握個手 握個手 握個手握個手 好 可以嗎 可以 真心的在問 蛤 不知道事情發生都發生了 不然 你們要先訪誰 我不知道 一起 怎麼一起 好 一起 剛剛在裡面 後續又在聊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剛剛 就是在 再稍微聊一下 那其實 我覺得我們今天 只是第二次對話 那今天難能可貴 是說我們面對面 面對面跟隔空對話 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剛剛其實 我們就互相再去 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其實 要去 就是說好像要去 打壓 張家航這個個人 去傷害他 事實上這也不是我的本意 那張家航 就是說統神 他也去 不斷的澄清說 他的本意 也不是要去幫 黃子嬌或任何的信犯罪開脫 所以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本意 那我覺得透過 這一個禮拜以來的風波 那也透過我們不斷的溝通跟對話 包含統神 他也跟 例如說阿淼也溝通對話 那其實我們現在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這些 私密的信 像的外流的狀況 對未成年的性犯罪 都是非常嚴重的 不論是 你去拍攝 或者甚至你去下載轉傳 這些都是很不好的行為 那經過這樣的事件 因為統神還是一個 在社會上 很有影響力的人 他也會發揮他的影響力 對他粉絲的這樣的一個吸引力 去讓更多人認知到說 我們都要一起來保護兒少 包含女性 跟所有可能潛在的這些受害者 我們都應該更積極的保護他們 不要去助長這樣的犯罪行為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事情過了一個禮拜到今天 其實到這邊也算是有一個好的收尾了 對就是收個尾 對 有錯認錯 然後 呃 反正就有錯認錯 還要講什麼 沒有啊 因為確實啊 因為當時 確實自己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就想出這些話 因為當時就是 看了直播就直接講了 那我後來也補充到 這個非常多 這個 包括創意私房啊 的一些 這個內幕啊 黑幕啊 很噁心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後來也知道了 我也道歉了 那至於 呃 就是 吳詩恩 他自己這個 因為他當時分享那個文章嘛 那我剛剛在裡面也跟他 這個 我們也離開了這個問題了 OK 大家也是互相握手 就是 呃 叫什麼 一笑 一笑敏恩仇啦 也一笑敏恩仇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對 所以也不需要 希望吳詩恩跟你道歉 沒有 我剛剛是說 我因為我那個時候 跟他通話的時候 我是說 我希望你跟我道歉 可是 呃就是 其實道歉有很多種方法嘛 對啊 像剛剛吳詩恩也有講到 他就是說 我們兩個的本意都不是要 這個 不是要作對廝殺 對啦 其實我覺得能夠 澄清到這裡就 很棒了 因為 其實 呃他不是針對我 我也不是針對他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這個廠商 那個案子被 被那個 移掉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點怒火攻心啊 所以我那時候想要 找他討個說法啦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完之後 其實也沒有討個說法 就是 反正 因為那個話也是我自己講的嘛 對不對 這話自己講出來了 那就 那就只能自己認啦 雖然說我認為有被斷章取義的情況 可是 畢竟還是自己講出來 所以還是只能認 對 你剛剛有提到說收回 就要打民進黨 打2028這句話 為什麼你會想要收回 是有被民進黨說服 不是 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要求 因為那時候就是 那個通話的第一天的時候 我要求那個 吳貞說 你不跟我道歉 你不跟我道歉 我就不會跟你道歉 然後我要 我要打民進黨到2026 2028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 怒急攻心很生氣 然後我剛剛 在裡面跟吳貞其實談論了非常久 他其實也跟我 解釋了非常多的東西 那我覺得他的這個解釋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收回那些話這樣子 那剛才跟褲姐講完之後 我覺得針對柯文哲的部分 你有被他說服 或是有該關嗎 沒有 其實柯文哲 我一直都覺得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說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覺得他在我2024 2024 對 他在2024是我的第一人選 其實 所以我說我投給他 可是因為政治是現實嘛 就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2020 我投給蔡英文 那為什麼2024 我會投給柯文哲 因為2020到2024的時候 發生很多事情嘛 那對我 影響我的看法很大的 就是林志堅的論文案 跟那個疫苗 還有雞蛋 其實還有 其實我覺得 包括房價物價 其實都是有一些影響的一些 就是他是小事 就是沒有那麼大的事情 不是大事 可是都或多或少 印象我的想法 就是我們現在的物價 房價 所以我2024 我那個時候我覺得說 柯文哲是我的第一選擇 那如果到2028的話呢 我說我目前的看法 因為2028還很久 因為賴清德還沒上任 我說以目前的看法來說的話 我還是比較傾向於支持 就是我們 你看我們叫做政黨輪替派 希望說能夠政黨輪替一下 那如果說 我說如果 如果說賴清德在2024到2028之間 他能夠做得很好 把台灣帶得心心向榮的話 那其實我也沒錯 我一定不投賴清德 對大概是這樣子 我今天這邊也想就是 額外幫這個加航再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覺得 加航在這次事件中 當然一開始可能有一些情緒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其實他的處理是很好的 因為有時候我想這幾年 台灣社會也會擔心說 有時候看到網紅有很大的影響力 有很多粉絲 可是失言了之後 可能就沒有出面面對 或者甚至是拋出其他的爭議話題 來轉移焦點 那其實大家也會擔心說 這樣會不會很多人 因為這樣有了錯誤觀念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加航在這件事情 他是勇於出來面對 那甚至也去更正他的說法 甚至在公開的場合 去針對他表達不清楚的地方道歉了 那我認為這都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 那也是一個將來怎麼樣 所謂的網路上這些很有影響力 KOL可以去對社會有正面幫助去 一起來為社會正確的價值觀 努力的一個很好的示範 謝謝 謝謝 謝謝